秋天的南瓜非常的甜 今天我们就用南瓜来做好吃的 我们先准备一节南瓜 将它的瘾给去掉 然后修掉外皮 修好皮的南瓜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 放进蒸锅里面隔水蒸 大概需要15分钟左右 蒸好的南瓜能够用筷子轻松的穿透 然后将南瓜给夹出来 蒸好的南瓜有300克 放凉之后往里面倒入两颗鸡蛋 将它倒进嚼肉机或者是料理机里面 加入15克的奶粉 加入35克的黄油 然后加入15克的白糖 搅拌均匀 搅拌成这种非常细腻的糊状 再往里面塞入低筋面粉35克 然后将它们搅拌混合均匀 搅拌至看不到面粉的颗粒 电饭包底下铺上一层油纸 用一个塞网将面糊过滤到电饭包里面 过滤一下口感会更加的细腻 然后将电饭包拿起来轻轻的震两下 这处里面的气泡 表面再撒上一点蔓越莓干或者是葡萄干 放进电饭包里面 煮5分钟 保温15分钟 重复一次 时间到 将它取出来 然后放在冰箱里面 冷藏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冷藏之后再将油纸给撕掉 用刀切成小块 不喜欢吃冷的也可以直接吃 冷藏之后口感会更好 看一下 非常的绵密 吃起来像慕斯蛋糕 奶香味十足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做法简单 不用烤箱 不用蒸 带着一股浓螺的奶香味 感兴趣的朋友 一定要试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长按点赞功能 关注我 解锁更多美食 我是阿玉 拜拜